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我們台灣教材協會的理事長 他是我們教材會的教材化的大師 他過去也啟蒙於林志志武老師 也追隨我們謝鳳生老師來學習教材化 他對於我們教材化的創作以及整個教學有很多的貢獻 我們這次屯氣遺文中心特別邀請他在從5月26日到8月5日 這段時間在展覽4A展出行腳技術 監禁清老師的教材化各展 我們希望透過監禁清老師的作品 能夠來推廣教材化的藝術 能夠培養更多教材化的人才 我們安排6月16日的時候我們會在屯氣遺文中心的會議室 特別辦理的一個講座 希望說能夠透過監禁清老師來介紹教材化的演員 他的來源 他的材料 他的製作的過程 希望更多的人喜歡教材化推廣教材藝術 並不是說真正要畫教材化 有人要教 老師願意教 我就認真去學 我這個是因緣際會 因為我學生時代是畫水彩 要畢業之前 我的導師介紹 認識我的老師謝豐生 剛好有人要教 有這麼好的 當時我就認為有人要教 又不用錢的 我就拼命學 藝術畫 你對教材藝術畫 你會發現到 他在慢 慢的當中 你慢慢的去完成 有一種慢工出戲 你可以畫到最後的教材是這麼的一個柔美 他具有油畫的那種特質 那種厚實的特質 又能夠找回我以前水彩的那種飄逸跟柔美 所以我後來我就一直畫教材 在教材當中當然是也有給我受到 我自己在這裡面自我受到滿大的肯定 以前常常跟人家開玩笑 以前謝仁貴嘛 他的太太樊一花 他能夠移山倒海 那畫圖的人也有這個能耐 我不要的我就把他移掉 要的呢 我就從老遠老遠把他搬過來 所以我的作品裡面每一張圖 都不是單一的景 都是我去拍回來 十幾張的作品 十幾張的相片 把他將他重疊 那你在重疊的時候 當然你要考慮到 我的透視是不是合理 教材的話最主要是讓我感到怎麼樣 我也不敢講說我可以長錯 但是我在這裡面讓我學到怎麼樣 什麼時候該靜下來 慢慢的靜下來 我讓我的生活不是那麼的急躁 但我看我現在講 需要很容易調整 甚至不容易調整 我的教育會 是一個政治的一個中心 前面這個路十一教堂中海大學 它有兩個 一個是教育大學